SIR 七茶了您啦 我們出現逛完我們要逛哪啊 還有什麼可以拍的啊 妳想拍什麼 拍什麼 大家要拍一些有歷史 有文化 然後非常悠久 妳從小到大它都在嗎 我從小到大它都在嗎 對啊 真的可以嗎 可以啊 這樣可以啊 我從小到大吃這家的涼粉 有那麼巧的事情 妳從小到大吃這家涼粉 因為在這裡拍出來 就在這裡吃囉 真的啊 當然 黃的 白的 綠的 想不到吧 涼粉也可以這麼多種 妳在看得到嗎 有喔 還有煮涼粉 沒有在這裡拍出來 那是這種東西我怎麼吃得完 來這種地方喔 不再打手不行的啦 一定要有 知道 身邊應該有沒有打手 吃不完 打手 打手 這位在旁邊 敘事待發的打手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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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手該不會就是我啊 是的 就是你 來 妳怎麼給我鑽上來 還沒… 打手不切慢了 不要再緊張 天好在叫喔 每次都這樣脫身 肚子很餓 我要先看看你的狀態如何 你現在怎麼樣 很好 飢餓的狀態很好 來一碗 一碗 來兩碗 我滅一雙啊 我告訴你快點 我們就要吃涼粉 黃粉跟白粉 很厲害嗎 很厲害嗎 天水面 天水面 他說是他姥姥啊 他從小的時候 老姥就帶他來吃 好 那我就吃這個黃的涼粉 跟白的跟綠的 跟隨便就好了 你們就全點了 是這樣子嗎 也就這麼多 這麼大一家就賣這四樣 快 給我端上來 快點 好 我們來點… 我們來點 今天的美食大三通 有請吃不飽的導遊都督 帶領大家吃點成都小吃 而我的身分就是專業打手 文珠院是成都的佛教聖地 也是成都室內保存最完整的寺廟 今天的第一站 是給所有善男性的一大福音 因為寺廟帶來了商機 所以文珠院拜拜完後 大家可以手牽手 到對面吃個涼粉 嘟嘟說 這一點涼粉和甜水面 是他小時候的回憶 拜完文珠菩薩 一定要到對面椅膀拜一下 這已經變成所謂的配套形成了 差不多囉 看來打手應該出現了 不行 好飽喔 你還在吃喔 你好厲害喔 你慢慢吃喔 不行 我太害撐了 忍不住你們 好好吃喔 打手是不是 來 第一位 你不錯 吃到這個我最愛吃 辣 我沒有想你的啦 很軟 你叫什麼 甜水片 我叫什麼 毛涼粉 毛涼粉 它根本就是貴嘛 快 第二碗 快 這碗叫什麼 白涼粉 剛剛那什麼 黃涼粉 這碗叫什麼 白涼粉 這碗叫什麼 白涼粉 不錯喔 這個跟剛剛一樣 剛剛一樣嗎 不能這樣 我覺得我四碗之後 你一定買還沒四碗 是不是 有可能喔 這個比剛剛更滑 更Q對不對 更辣才對 更像果凍 可是它的酸 它的醋比較重 好吃喔這個 你看 整個這樣 打手可以打手 吃得很爽 可是我說真的 還是有點撐 我兩碗囉 來 吃三碗 我買兩根囉 你看兩根 這又什麼 豌豆涼粉 豌豆涼粉 用豌豆做的 這個比較麻煩吃喔 醬料醬 豌豆做的 這醬料 這個沒有酸味 為什麼有豆腐味呢 就是要炒過 然後它會香 香味才會用來拌涼粉 涼粉呢 必備佐料 所以剛剛這兩個沒有啊 有 沒有 沒有 有 沒有 有 你這個胖子怎麼這麼堅持呢 本來就有 這碗就沒有了 好開心喔 今天是腳腳胖子 是手涼粉 這個沒有剛剛來的Q 可是還是軟綿 好吃 快點 各位來趕快給我 趁我這樣一個贊助力的時候 快點 來 這碗就跟你剛剛那碗一樣了對不對 吃東西就是要跟這種人吃才開心 對不對 他吃我吃 他吃我吃 彼此有競爭那感覺才對嘛 對不對 根據我們的努力搜查 得到以下的結果 涼粉是何時發明的 以及是怎麼發明啊 已經不可考了 不過有個消息指出喔 涼粉是起源於清朝 經過後連調製改良 漸漸廣為流傳 變成了只要是成都人都知道的古早味 這道理就像我們台灣的古早冰啊 要加昆貴米檯木一樣 天之就有懷舊的風情漸漸浮上心頭啊 另外成都的古早味還有這一項 甜水麵 甜水麵跟涼粉不一樣 吃起來可是有飽足感喔 正確地說來 涼粉的口感比較像是果凍啦 帶著一點彈彈彈的彈性 而甜水麵就比較像是用來考驗 主角能力的訓練品啦 不過你千萬不要以為我瞧不起它喔 這碗甜水麵裡面看得見 老闆巧妙的心思啊 因為要讓又粗又熱的麵條入味 加了辣椒油 芝麻粉 蒜泥 以及特製的紅麵醬 吃起來愛是忌甜又帶點辣 剛剛好 不對 是剛剛好停不下來啊 好 這成都小吃地上 由涼粉和甜水麵合力出擊 已經讓專業打手的我 有一點招架不住啦 打手喔 就要像這個樣子是不是 只要吃得快 四碗好不好 輕輕鬆鬆的 來 再來一碗 剛剛那頓就不要吃成這樣 你慢一下 我也吃不少囉 四碗吃就像這樣這樣子喔 裡面有大概半碗飯 我贈給他喔 好不好 你們就在這邊跳一段落 好不好 一隻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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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看到 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好像一串一串的 像糖葫蘆似的耶 對… 這個叫什麼 這個這個叫什麼 糖油果子囉 糖油果子啊 所以它是… 這是像糖葫蘆嗎 糖葫蘆是水果嗎 對 那所以這個是什麼 吃了就知道 吃了就知道 我要買一串 吃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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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這個感覺喔 咖哩 拿一串嘛 拿一串的一個蛋 看起來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兩塊錢 兩塊錢 看起來好好吃喔 哇 看起來好好吃喔 兩塊錢 對… 兩塊錢 它是熱的 我以為它是像冰糖葫蘆一樣 它是吃冰的 我說喔 打手啊 怎麼樣 來 這什麼東西 讓我試一試這個什麼味道 這什麼味道 糖油果子 甜的啊 甜的還打什麼手啊 肚子餓 有人肚子餓吃甜的啊 就… 打手不是什麼都要吃嗎 沒關係 既然我打手 他不喜歡吃甜的 我就只好親自上陣 好好吃喔 可是也好奇妙喔 大會報告 想不到第二發美食 又是成都人才知道的古早味啊 難怪都督一直向巧巧聲明 說他一定會喜歡 不過我打從娘胎出身啊 我媽就只有給我簡配裝子啊 沒有那多出來裝甜點的味啊 這個糖油果子 就讓愛吃甜食的巧巧慢慢享用吧 糖油果子 用發酵的糯米 沾紅糖下去炸 外面裹上一層芝麻 咬下去酥脆的口感帶著一點 鬆軟綿綿綿 越嚼越香啊 是女生啊 小孩子們的最愛喔 聽說糖油果子也是成都 各大廟會的常客喔 先生啊 對 喜歡吃糖油果子嗎 你吃過 看你的採訪我過來沒 我是遊客 你是遊客啊 對 我還以為你是常客的耶 不是常客 所以你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你在那兒吃就這麼好吃 我當然覺得好吃啊 謝謝你真的 你是要跟我一樣的第一次 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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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好了 拜拜 我來想說他也是遊客 那他嘗一嘗 除了我之外 第一次吃別人嘗 第一次吃是怎麼看 太害羞了 這個我至少抓得到 弟弟 弟弟 糖油果子喜歡吃嗎 喜歡吃糖油果子嗎 對 你也是第一次吃喔 對 那姐姐分一顆給你吃好不好 對 她會上車 對 她會上車啦 對 她會上車啦 對 來 來馬分一顆給你吃 好 來 謝謝 來你拿 要用禮包啊 說嗎 打喝掉 好不好吃 好好吃 好好吃 好吃喔 對 第一次吃之前沒吃過嗎 沒有 沒有啊 妳是這裡人嗎 有 不是 重慶的 重慶的啊 對 那怎麼會知道要來買真的糖油果子 看這裡 這兒在買那麼多東西嗎 所以原來我們是活招牌耶 對 原來我們促進糖油果子的銷售 小姐 妳好 喜歡吃糖油果子嗎 好 拜拜 看來 老天爺希望喬喬自己慢慢品嘗糖油果子 我真的希望四川人好好傳真 這種屬於古早的美味 千萬不要讓它消失了 帶著糖油果子 喬喬還要繼續尋找下一個目標 用他的相機把沉入的美味小吃 全部記錄下 我啊 我則有更重要的任務 身為廚師的我 當然要更深入美食的核心啊 這一道小吃啊 怕有多忍他很久囉 應該沒看錯吧 這個不會是我的大手吧 是啊 腳是超像沾騙式的耶 怎麼可能 進去看看就知道了 真的是沾騙式耶 沾騙式 欸 沾騙式 在忙啊 欸 你怎麼來了啊 你怎麼在這裡啊 你看到我在打嗎 你不是打手嗎 好 啊 紅薯粉 紅薯粉啊 哇 好硬喔 很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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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要放上去 是不是 所以他現在 開始打之後 就出不了了 對 不能停下來 打手好痛 你的手會痛嗎 要不要打一看 師傅快沒了耶 快快快 繼續打 先打 先打 拿著先打 好累耶 好痛 這個當打手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耶 首先我要應付的 不是 不是說我要練習的對象 不能等 紅薯粉加上水貨雲厚 形成麵糰 要趁新鮮放入做粉的特殊工具裡 這時候 要使盡吃奶的力量用力拍打 而且一進熱水煮燙之後 立刻要有專人服務 把粉撈起來 絕對不能過度烹煮 而且要用冷水搓洗 這樣才能維持它的Q彈 一手要拿容器 一手還要當生產機器 手一直拍打容器 一不小心 可是會黑死 不過有吃那就不一樣了 過癮 你不是說你是打手的嗎 不是 身為一個專業的打手 如果吃了東西 打完之後沒有吃東西 吃到味道 那就不叫做專業了 就只是那個打手 真是太多 打手應該是我說 出來才出來 走就走 而且 他那麼隨興的 身為一個專業的打手 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非常舒服 怎樣 就是東西太少就是 你也沒有力氣打 那個再給我來一個 還想點喔 來個 來個截子 來個 來個 拐肉 再來一碗 這個非常美 很厲害 你這才剛吃完一碗嗎 好可怕的 對不對 不貴是打手 因為我只買人的 好啦 不是會嚇到的喔 這一個東西啊 可是會嚇死人的 超好吃的 這滑很Q喔 好快 怎麼會這麼滑啊 我 你看一看 你太快了吧 習慣我捲很多 來 來 你怎麼會捏這麼多 來 截子 帥 這就是分長 可是台灣好像沒有人打成截子 真的 真的 我說真的這到底怎麼打得好厲害 怎麼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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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麼厲害 吃 吃的就是要怎麼打 你踩過來 你踩過來 怎樣 看來嘴巴爆漿 爆漿 它裡面有栽油的香 本來這粉糖裡面就有一些豬油 爆了 超爆 我剛剛看你現在吃的冰 我看得好開心 好爆喔 水龍頭 水龍頭 漂亮啦 爆漿的快感就是要像這樣 我可是為了讓你們看到爆漿 才做出這種錯誤的示範喔 肥腸粉已經正式列入了 四川美食名單裡的首選 從它的透光度 不難想像它的彈性十足 看起來像是我們的冬粉吃起來 可是天差地別喔 另外啊 我要推薦在肥腸粉裡加的冒結子 一般的肥腸粉啊 就是在湯頭裡面加幾塊肥腸 不過啊 這個冒結子啊 因為打得結 肥美的湯汁爆漿出來 馬上會讓你崩潰 身為專業廚師兼專業打手的我啊 吃東西當然不能虧待自己 這盤拌拐肉啊 也就是豬的腿肉 沒有太多的油脂分布 肉質剛剛好 不過啊 在四川吃飯就是有這個好處 只要辣油和各種香料 放得剛剛好啊 香辣一次到位 這個時候啊 只要你遇到白飯 你傻傻白的咕嚕我來講 就是這一攤 就是這一攤 太誇張了 人咧 好像走掉了 剛剛有兩個女生 你看 我有證據... 有兩個女生坐在這 三大鍋前面 怎麼會沒有吃完就走 我還想說 兩個女生吃這麼多 可是他們家也太浪費了吧 點這麼多也不吃完 這個不是他們全部的 他們為什麼要坐在這 每個人都可以坐在這裡吃啊 他們都坐在這裡吃啊 我們也坐在這裡吃也會啊 這個很好吃的 這叫薄薄雞 薄薄雞 沒有雞啊 哪一個是雞 這一鍋啊 雞 不管是雞皮 雞頭雞 脖子 雞爪 雞心 雞勝 它不是這樣一個攤子 它就擺三個盆這樣 就可以賣了喔 對啊 你知道 內地屋漆不有啊 什麼事都有 我剛剛嚇到 想說兩個小女生 可以吃這麼多 而且還沒吃完 瞧瞧 這只是薄薄雞的賣法 你總不能以為 嘟嘟這麼能吃 就以為成豬的女孩子 食量多那麼大吧 嘟嘟說 薄薄雞是上班族 還有學生的好朋友 上班族們在回家的路上 肚子餓了就會來這裡 吃幾根薄薄雞解解餐 而窮學生吃不起大餐 就在路邊點幾根薄薄雞 邊聊八卦 不過我還是不能理解 大家想吃什麼就自己點嘛 為什麼要擺這麼大盆 在桌上公家家呢 這樣你拿我撿的 有沒有衛生啊 他就一直擺這三盆在這桌上 然後所以 像剛剛那兩個學生吃完 他走 現在我們兩個吃完 吃完我們走 等一下換另外一個大叔 來吃吃吃吃又走 現在輪了一天不知道 有多少人在吃這三盆耶 就這樣子 這樣就好嗎 沒有什麼不好啊 你剛才有放筷子下去夾嗎 不是啊 我跟你講要是我啊 我可能有沒有這樣 你吃你的啊 這味道不夠 我就這樣沾 那不行 不能沾嗎 你可以讓老闆先硬弄點油出來 你不能拿進去沾 是不是 這樣我就誤會了 我就... 就是不懂 如果實在人太多的話 就沾...隨著桌子站一圈 然後自己拿著自己的籤籤 最後告訴老闆 老闆我要直接弄了 老闆就數籤籤 數籤籤就好 對 這是滿妙的一個飲食文化 如果有很多 我多多把籤籤丟掉 老闆也不知道啊 對... 被我拍到喔 怎麼樣 幹嘛 兩個人點三盆耶 你要吃哪一個 這一鍋呢是... 所有都是雞 這個啊 其實是甜辣的 我說真的 真的嗎 我剛剛吃了一口我有點嚇到 我覺得這比麻辣多啦 這比麻辣多嗎 我覺得 然後多多說是他每天來吃的 你怎麼每個地方都自己每天去吃啊 你每天到底在幹嘛 你看 有三排這兒吃的耶 這個是什麼東西 人造的腰花 素腰花 完美的素腰花 我就覺得素腰花 我就覺得素腰花泡我就不要放進去 素腰花 最好不要 應該是不行吧 那我吃吧 來...放...走...走...走... 你不是不好嗎 這一趟都在錄影啊 只要你稍微吃東西有點猶豫啊 開玩笑 那個磨爪就會出來 我可能還要在這邊多住幾天 我才能適應喔 不能吃辣的人真是太可憐了 你這害什麼害啊 這麼美味的東西 辣辣辣辣 辣是不是 這個喔 這個... 你看也是膠原蛋白來的 沒有 你不要在那地步來地步吃得很好 最後一塊留給你的嘛 對 擠什麼呢 這一趟也真都忘記我們是主持人 對不起 謝謝 我坐在想起來了 我只能說 在這條出戶外景的漫長旅途中 我終於遇上一位 和自己勢均力敵一樣 號稱吃不飽的知己 在四川 有很多類似麻辣串的各式商品 在市面斬肉頭角搶工版面 波波雞的菜單裡 當然不是只有雞的各部位 也有各種蔬菜供你選擇 而波波雞最大的特色 也是我最不習慣的一點 就是它以分享的方式販賣 這在台灣是看不到的 一串串的食材泡在麻辣冷湯裡 每個人就圍著那盆波波雞 想吃什麼就拿什麼 但是千萬要記得 顧好自己的竹籤喔 因為老闆可是用竹籤結帳的 走 走 不要走 這在麻辣 去哪裡了 快快快 有這種超好吃的東西 載不出去買到 什麼東西買不到啦 超好吃的 什麼啊 不然我都趕快趕快趕快 自己點起來了 也不跟我說什麼 是要吃的 老字號 趕快趕快 老字號啊 吃什麼 一個 你看不出來 我痛出來 這麼多 這麼多的辛香料在這裡喔 這應該滿好吃的喔 辛香料這麼多 你說這個東西買不到啊 什麼意思 一個在成都不得不吃的東西 有這種東西 來成都不得不吃的東西 講話太誇張了 每一胎你都這樣講過耶 夕陽西上 吃著這個 喝著冰凍西酒 人生真的很好 我感覺到你平常在夕陽西下會做什麼 就是這東西 所以說我一定要買給你吃 真的嗎 你一定要吃喔 這是我 我好好的 好捨不得的辛勇 你捨不得啊 那不多買一些 不不 一定要先買品嘗一下 這一塊肉啊 雞腿有什麼好吃的 雞腿到處都有啊 這什麼 小白兔 白又白 兩隻耳朵豎起來 你拿著啦 你拿啦 我 我跑這麼遠 把你弄過來吃 你不吃 我今天摔你 你知道我有點怕 但是我放手眼睛了 真的是非常好吃 我看到他的牙齒了 就打手來 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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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著吃耶 你在吃什麼啊 你不要怪 你不要怪 你不要怪啊 你拿著吃 好 我握個玩意 現在有個任務 我接收到了一個東西 非常的可口 來成都一定要吃 好 你拿出來 完了就沒了 拿出來 什麼都放你吃下去 是吧 你知道 打手 敗法的 情義相挺 來 是什麼 兔頭 褲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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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褲頭比較沒辦法 你是打手 你什麼都要吃耶 我吃飽了 我吃太多了 你吃飽了 我吃多少 看你有沒有自己吃飽了 在別攤我都一直在吃啊 這樣吧 我剛才路上也買了東西 好不好 我給你換 我換 你看你叫我都不換 你叫我吃完 我換 來 怎麼樣 有嗎 這隻鴨 要吃完 要吃完 算了 我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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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是 還好我跑得快 烤鴨怎麼樣也比 兔頭吃得飽嘛 是不是 我在台灣 只聽過有名的東山丫頭 想到四川人更厲害 竟然把兔頭拿去滷 當成下韭菜 以前 兔頭聽說是沒有人要的食材 後來有人撿去滷成一鍋小吃 走街串巷的兔壽 想不到大壽的好評 現在 兔頭變成了成都人看電視 配啤酒涼拌 這種看得到眼睛嘴巴的小東西 要讓喬喬把它當成滷味 難喔 不是這樣吃的喔 什麼 這樣吃不太方便 哪裡不方便 要這樣吃 啊 啊 啊 我塞棒子好痛的感覺 趕快吃啦 快點啦 好啦 加油 趕快加油 大口一點 大口一點 我先品嘗味道 品嘗美食要慢慢煎 欸 好像還滿好吃的耶 我怎麼說啊 它非常的有咬感 而且它是脆的 是塞棒子肉是脆的嗎 因為它是兔子 每天不停的在咀嚼嘛 那這兩塊肉的肌肉就特別發白 所以說嚼起來是非常香 不瞞您說 它這樣掰開之後 裡面的舌胎真的很清楚耶 你的美食初吻就先給兔頭吧 它不是兔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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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根草草的東西 它是一根草草的東西 它不是兔舌頭 它不是兔舌頭 好 兔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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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走開啦 大叔不是走了嗎 該回來不回來 台灣人可能一開始看到這 就會跟我的反應一樣 我可能還要再適應一下時間 我現在有點無法恢復我的情緒 但是 除了它不是兔腦袋 它不是兔舌頭 它不是兔舌頭 它不是兔腮幫子 它不是兔什麼東西的話 它真的很好吃 我說真的 還滿好吃的 真的 真的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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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這次來到四川 其實去了很多地方 而且也已經來了好幾天了 吃了很多好吃的東西 那今天呢 我們早上六點 早上六點就起床了 早上六點嘛 現在都幾點了 是的 早上六點起床幹嘛呢 今天要來吃這個 聽說是剪羊的特產 剪羊是 簡單的剪太陽的羊 來到這個地方需要一段路程的 是的 這個 剪羊的特產是什麼呢 沒關係 我們實現很多不急 慢慢走 看一下這個有沒有 美麗的風景 吃吃快 走… 往前直走… 好 剪羊的特產 剪羊的特產 可是 他到了 實在是 工作遲到實在是很討厭的一件事情 從以前到才從來沒有遲到過 搞什麼 真是的 尤其今天要吃羊肉湯 沒吃到怎麼可以 師傅 麻煩你快一點 好的 師傅 那家羊肉湯 這邊出不出名 出名 我們都在那吃 你都去那邊吃啊 對 真是的 這樣遲到沒有吃到 我就回不去了 味道相當不錯 真的嗎 你多久去吃一吃了 我基本上 反正我方便的時候走到 我一般都在那吃 這樣子 師傅 你要鞭胎 你不要停下來 趕時間 好 紅燈的 紅燈是不是 對 蘇莉亞 我親愛的朋友 自從我錄美食大三通以來 一直都抱持著 戰戰兢兢的敬業精神 不敢有一絲的怠惰 今天的主持人 實在是因為最近節目 精益求心不斷的加碼演出 不過請各位放心啦 我 詹姆是使命必達 雖然碎過頭 但是現在 我找到一位可靠的司機大哥 正帶領著我 找尋一家在成都的撿羊名吃 前面有一家撿羊羊肉湯 我想應該就是那一家了吧 快 詹姆 快點拜託 那個老闆 那你這店開多久了 開啦 好幾年了嗎 好幾年是幾年 好幾年 好幾年 你是不是只有褲子啊 怎麼樣褲子啊 你是這樣 怎麼會口向 一言難聽 不要再說啦 氣死我了 我跟你講今天這塊算我 本來就要算你的啊 對不起 不是今天這塊 不好意思 那兩天這幾塊都算你的 都算我的 不好意思 太誇張了 不好意思 好 這樣 這是什麼東西 它是一鍋很費工的湯 湯是不是 24小時 但它輪流要照顧它 真的喔 對 不然不會清楚了啦 好 那我來舔 好不好 這種吃 這是羊肉嘛對不對 對 這種吃羊肉 我最知道要舔 你知道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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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巧 反正上面最少有80樣東西 有喔 我點的 它 都賣完了 你怎麼那麼會點啊 反正就是上面沒有寫的 就是賣完了 沒錯 羊肉湯的生意就是這麼火紅 而且四川人不管什麼季節 都可以進步 都適合喝羊肉湯 而這家從檢陽開到成都的羊肉湯 是計程車司機的最愛 每到中午這裡做突然變得很熱鬧 老闆為了問蔣大哥 特別設置了一人份的羊肉湯 不過就算是縮小版的湯鍋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煮湯的時候 先將羊骨架放入水中 燉到呈現乳白色 再將羊肉羊雜放進去一起煨煮 最後加上蔬菜增加湯的清甜 而且聽說湯可以無限續碗 只需要付羊肉的錢 乾杯 這樣子會不會太划算了 整個人都要輕輕的起來 太好了 這個羊肉 有人自然看這個白湯就知道 這個就是很了解 有沒有 你看 這個白湯 整個白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子 它就是油脂跟湯 都把它煮在一起 整個白湯裡面 油脂就顧滿整波湯 這個我跟你講這個最美 裡面 你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你幹嘛 你幹嘛 還在生氣喔 就吃個到而已 老闆 來 我們做這個我們一起吃 這個是什麼 羊肚 羊肚 來 我們就先來給羊肉飯 一般啊 吃住的話不是那麼好咬 可是它的咬就很 那個咬勁有 然後一咬就斷 這塊是肉液黃太熱了 就辣上來 喝個湯 你看湯很棒耶 為什麼沒有三味呢 這是什麼羊 天涼的羊 撿羊的羊 撿羊的羊 撿羊的羊跟一般 內地的羊哪邊不一樣 因為天涼的羊 它本身就沒有 它輕微沒有燒味 就沒有輕微沒有燒味 因為譬如想三月那個羊 把它燒味就比較燒 羊水沒吃過 你這個羊水很滑耶 我沒有吃過這麼滑的水 好好吃喔 它整個是滑嫩到 有點變成霸食啊 你知道嗎 變成這樣 它變成這樣熟耶 漂亮 我的天啊 羊血都可以煮得這麼好吃 有什麼東西減羊人做不出來 減羊羊肉湯啊 目前已經在內地 有了西部第一湯的名號 所以品嘗羊肉湯的首要步驟 一定要先試試高湯 正宗的羊肉湯 有羊骨架 羊雜是基本配備 還要加上魚啊 一起微煮 視察人幽默地說 因為魚加上羊就得到了鮮這個字 羊羊肉湯要煮的鮮莓 就是要有魚的加持 而減羊羊肉湯除了鮮 吃了也不會有太多的腥三味 聽說那是因為 減羊盛產一種喝礦泉水吃 中藥草長大了大的山羊 這麼好吃的東西 瞧瞧沒吃到啊 可惜了 夾到去哪兒啦 現在 就跑得上減羊 好不好 幫你去你的老家 跟大家打打招呼 所以有一個 你貴姓嗎 是 吳對不對 所以說吳老大 吳老闆 在成都這邊 在這減羊館裡 還是非常非常好 我現在聽見 好 跑一趟 不跑不行 好奇怪 這不是剛好不是早走嗎 從我先到了 大家好 沒錯 我現在已經到了減羊這裡了 你不要看我現在身後這樣一片花 什麼人都沒有 告訴我再過四個月 十二月的時候 冬至期間 你知道這裡是怎麼樣嗎 萬人鑽洞 什麼人都沒有 告訴我再過四個月 十二月的時候 冬至期間 你知道這裡是怎麼樣嗎 萬人鑽洞 不相信吧 你自己看 不可思議吧 你看到就相信了對不對 這邊真的是 全部都是人耶 沒想到 對 現在是我一個人 南母是 遲到沒關係 好 那我就先出發好了 畢竟呢 減羊這邊有一句 名言一定要聽到 就是 減羊羊肉湯 就是 女人的美容院 男人的加油站 一年四季都可以補 我就先來去補一補 講講我的佛親 正式 你就好快一點啊 不是我不想快 這減羊市區內 整條街什麼都不賣 他就只賣羊肉湯 我怎麼知道會是哪一家 說到這個減羊也真有趣 他把羊肉湯當成的加油站 美容院不說 也當成的早餐店宵夜攤 從早吃到晚 這就說明減羊人 認為羊肉湯有多補 整個減羊市 少說有幾百家羊肉湯的店 據說一到冬天 更是人幾人一味難求 那個道理 就像台灣人 愛吃油罵樓跟薑魚鴨一樣 你說 這樣怎麼可能生意不好 想到我都流口水 怎麼會這樣 我不是就知道減羊吃個羊肉湯嗎 但沒有想到 這一桌也太誇張了吧 現在這個 這個是 羊耳朵 這不是什麼三層肉什麼的嗎 這不是 這是羊耳朵做的一道菜 一道涼菜 我來吃吃看 卡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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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口都是卡滋 卡滋 挺脆的 好脆 不是挺脆 現在目前我們全國 也只有我們馬後的羊肉湯 做成品出來 為什麼 我們也經過幾年 研究出來了 以前的羊耳朵都是放肥 因為羊耳朵的燒味 特別瘦嗎 對 它特別重 可是我吃不出來燒味耶 不容易把那個除掉 因為我們都反分音就反分音 做了很多次思念 真的是功夫菜耶 這麼久 對 好 羊耳朵 從頭吃到腳 羊耳朵吃完之後 接下來吃什麼 然後我們再吃吃這個 這是羊鞘 也就是 不好意思 來晚了 你怎麼這樣才到 這麼多 這麼... 咬得上這麼多 賣羊肉誰找得到 這是... 遲到 這樣不是真太愛遲到 這是... 這位是這邊的老闆娘 老闆娘 不好意思 我遲到了 真的 坐... 真的... 吃幾道了 今天才剛吃第一道 第一道是不是 沒有人遲到 他自己帶一碗白飯進來的 這樣禮貌嗎 這叫順路 順路 因為太趕時間 我知道我來一定遲到 我就很怕 我在路上剛剛見來的餐廳 快點給我來飯 我抓了直接進來 對...怎麼樣 現在吃到第一道 剛剛吃的第一道羊耳朵 這個羊耳朵是不是 好 那我先吃一塊好了 好... 妳繼續介紹沒關係 剛剛妳介紹過了嗎 好... 怎麼這麼好喝啊 這樣我介紹第二道 這是什麼 羊尾巴做的 羊尾巴 羊尾巴 羊尾巴也常常 這不像羊尾巴 它結合了川菜 和葡萄的香菜 結合在一起了一種鮮 一種濕辣味 好吃 好吃嗎 好吃嗎 但不是妳吃它 知道我在餓什麼了吧 它是牛骨頭 含牛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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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大爾洋的聖產地 當然就不要只見識羊肉湯 真正要把握的是品嘗全羊燕 因為這次出了減羊以後 就吃不到了 而且這裡的每一家餐廳 都把鹽巴新的羊料理 當作他們的質質 看看接下來這一道 乍看是華旦蝦仁 不過主廚的用意 就是要讓你吃羊料理 卻不知道它藏在哪裡 其實布蓋在表面結成塊狀的 就是山羊奶 這個創意非常好 我太喜歡了 不好意思 身為創意料理達人 我最喜歡的就是 從不同的料理 得到新的想法 接下來再為大家介紹這一道 是老闆娘的大力推薦 它可是超級加油站 作法大家仔細聽囉 由於皮的部分 只有很重的三味 必須要反覆清洗浸泡 每兩個小時要換一盆清水 泡上一天一夜 最後還要加入料酒和各式中藥材 讓它入味 聽到這邊相信大家 已經覺得很累了吧 不過還沒完喔 煮過之後的食材成功去腥 接下來還要下鍋爆炒 才算完成 聽說光是做這盤菜 就要耗費八斤的養鎬丸 這到底什麼味道 喬喬 你要幹什麼 又早退咧 等一下 你叫他回去旅館休息 這邊是沒有導演的是不是 沒有攝影師的是不是 你給我觀察一直吃 怎麼比較煩 我呢 你拼上幾下 拼上菜可以嗎 來 上一上這個 這個對 這是男人的加油站 這是什麼 男人的加油站 男人 先不要管 加油站是不是 這是九五還是九八的 這是九五還是九八的 這個日子可以上八 你上上這個 楊盛 楊盛是不是 也就是說楊膏王做菜 楊膏耶 這個 加滿了 你出來了 這個 這個是什麼做的 這個是楊盛做的 楊盛 出菜出來 這是 加一個站是不是 對 再加上去我可能會 那就這個什麼 現在有點滿缸耶 這道菜 有加滿的 這個是火爆龍衣 火爆龍衣 火爆龍衣 龍衣 就是楊 楊盛的外皮 也就是 楊膏王的外皮 加油站著咳 對 剛剛那個我還可以了解 中國人講 異形補形 那個我知道 這個是補 這個皮幹什麼 這個也聽不懂 這個也補 對啊 這補形沒道理吧 整個全國都 只有我們有這個皮 有這種事 只有我們才做出了這個菜 好 這是我們今天補的新菜皮 我吃了大江南北 這個龍油造成美食 口感很像 又像海蛇皮 脆 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那牛你們吃過 牛是不是這個 這叫在外殼也滿脆的 沒吃過 這個沒有 跟你們師傅上看看 師傅 好成這個樣子 這個我跟你講 牛 大顆 我是說那個 比較多 比較省錢 這個好 我喜歡這個 對 喬喬去哪裡 你還是沒告訴我 那很難怪 是該去休息 辛苦喬喬了 來 我們繼續吃 好的 是不是打手就找錯人了嗎 看我們攝影師吃這樣 光看他吃我都覺得好吃 你不要不要吃 我不用 你慢用 你慢用 不要吃 輸了 很好吃啊 很眼睛耶 在江湖上人稱 沙無色的沙無色管 眼睛被他吃掉了 眼睛被他吃掉了 眼睛被他吃了 還有一隻 我終於跟他一個比我還不要臉 不怕 你還要在一起 我喜歡 他會想要吃 你很難怪 你很難怪